2020年Q1件雷军实锤小米10核心配置全球首发小龙865 据此前官方透露的消息 小米将于今年的第一季度推出全新的小米10系列企业 所以小米公司成立10周年的当家企业 该机将首发高通效能5-865-1旗舰军牌 并将首次采用开孔全日屏 后置一项像素相机模组 无论是外观还是配置都极为强悍 现在有些消息显示 近日小米创始人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 在接受高通采访时进一步透露了更多的细节 据雷军在采访当中透露的信息来看 小米将在今年第一季度发布10周年旗舰小米10 该机将首发骁龙865旗舰军牌 CPU和质量性能分别有28%和18%的提升 该芯片将外挂骁龙X555G 使用质品标记 支持SA、NSA、双模5G 此外雷军同时还表示 小米历代的数字系列手机 全部采用骁龙旗舰军牌 近几年小米几乎包揽了骁龙最重要的产品化 近几年小米就会包揽了骁龙最重要产品的首发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骁龙845、骁龙855以及不久之前推出的骁龙765G 具有骁龙旗舰机型首发 这就显示出小米强大的实力之外 两家巨头的关系也可见一半 下方便根据此前帮忙的消息 全新的小米10系列将包含小米10和小米10Pro两个版本 亦均采用实际下流行的双开孔双曲面的全屏设计 屏幕材质为三星的Home Live屏幕 刷新率分别是90Hz和120Hz 产品率为FHD+,前置上头开孔位于屏幕的左上角 其中小米10的孔径略大于此前推出的VIOX30的2.98mm 但仍属于小开孔行列 将首发搭载骁龙865旗舰存台 呼吁LP-5内存并全系标配UFS3.0闪存 后置一像素四射相机模组 支持超级快充以及30W无线超级闪充等 拿检子切决计筹 进行黄地开孔位于屏幕的2022 洗几宝 竟然冷却 这首次转弁